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SAMIF 這個SAMIF顧名思義 如果我今天要計算的 這個部門裡面 又分成就是銷售部跟開發部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計算的是銷售部這些 加總 是有條件的加總 那所以這邊的話你就不能用SAM 但你可以用SAM加IF 不過SAM加IF很麻煩 你還要SAM然後要IF判斷 那不是很麻煩嗎 所以怎麼辦呢 它有提供一個叫做SAMIF的函數 所以在數學裡面一樣 SAM剛剛往下拉 SAMIF 那當然如果說你的條件 像這邊有個部門 如果另外還有個條件 可能是地區的話 那你怎麼樣 你也可以再多一個條件 那你用SAMIFS 這兩者差別在這裡 那我們用SAMIF 第一個Range 它問你說 特別是它這邊雖然有個說明 可是你今天還是不要看 所要加總的範圍 其實不是所要加總 是所要判斷那個條件的範圍 應該要判斷什麼 部門嘛 所以你要先把部門選起來 Criteria是針對這個範圍去的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我要在這個範圍裡面找銷售部 特別重要你會發現範圍 它會怎麼樣呢 在這個裡面找找看 如果找到同樣的位置呢 那你要加總的範圍在哪裡 就是獎金 所以它會這邊比對 如果比到的 所以上面是IF 下面是上 IF這個條件發生了 就把1800先加起來 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比1500 又把它加起來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個參數的位置 你不要搞錯了 我之前的同學比較容易做錯事 顛倒了 加總跟發 那這樣結果一定不正確 那我們按確定之後的話 4500 OK 基本上就是把銷售部 這幾個人的總共的獎金幫我加起來 那如果你要加什麼呢 加銷售部的話 那其實也是一樣 開發部的話 那我直接把銷售部 把它改成開發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打一個名稱開發部 OK 按打勾就可以了 好 那銷售人員部分的話 大於 這個銷售金額 大於5萬的 有幾個人 所以這邊 這幾個是啦 所以要把這些加起來 那可是 SAMIF除了可以用名字 就是那個 智串之外 他也支援一種叫做 最近使用過的 他也支援就是這個範圍喔 支援就是你可以用 在這裡面加上大於 5萬的敘述 你可以在這邊設一個條件裡面 可以大於 小於 等於 都可以 甚至他也支援那個萬用支援 那個什麼 STAR問號都可以 那只是說怎麼用 後面有延伸的練習 加哪個範圍呢 加這個範圍 打勾按確定就可以了 26 三米符 那這個三米符練習的話 有一個延伸練習題 那請各位先看一下那個 我們的綜合練習的第二題 題目在 這個是我們要的題目 做什麼的動作 那需要的檔案 它是放在我們的數學函數的範例裡面 這邊有一題 必須要另外開啟 在什麼 綜合練習裡面的 教師研習時速統計表 那這個題目是這樣 去著一一指的是總表 這個學校有20個老師 有參加的只有14個 OK 那我希望怎麼樣 知道哪一些人有參加 如果有參加就幫我加起來 OK 那這個地方其實有跨了工作表 那第二個 這個還沒那麼單純 這個是入門教學對不對 你請你把這個序子2 按Ctrl鍵 順便拖拉 意思就是說 把它複製一個 一模一樣的工作表 叫序子3 把這個改成叫進階 因為呢 有入門教學 就會有進階教學 其實像我們這個課也是一樣 我們這個課是入門 我把它定位 其實後面還有個進階 所以剛剛有同學問說 那老師可不可以做到什麼 大量工作表 或大量工作部的一些相關應用 是可以 可是是在這個基礎上 延伸出去的 所以如果你前面沒有學好 你要學後面的 那會非常的辛苦 而且進階的課程 甚至會講到 如何抓網路資料 其實我們這個課也會講到 後面有個範例就是 比如說我一個網路有資料 我想要一鍵按下去呢 自動幫我把所有的資料 從網路上撈下來 自動放在Excel裡面 OK 讓你做後續的統計跟分析 好 那這個地方 有些境界有沒有 所以把它拖拉放過來 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頭跟尾 這兩個 1跟14把它刪除 編號我們重新編一下 所以這邊編號也是一樣 從1 所以最後變成12個了 按Ctrl鍵拖拉一下 那時數的話 這個時數 變成是進階班的話 是兩個小時 所以這邊的話 也全部就加OK 所以變成有一個進階 有一個入門 兩個 那如果說我希望呢 知道這個老師 他在入門班有沒有參加 在進階班有沒有參加 有參加的話 就幫我加在這裡 欸 那這個地方 當然不是很突發鏈 剛剛 欸王慶路有沒有 沒有沒有 好 0個小時 是不是 然後呢 李士遠有沒有 欸有1.5 有沒有沒有 好1.5 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不要笑啊 有沒有人這樣在做事的 有嘛 對不對 各位應該知道 真的會看蠻多的啊 可是 你剛剛講說 用其他方法 他不會就是不會啊 對 難不成你要把他交到會嗎 對不對 你交 交他 不如乾脆幫他 乾脆我幫幫你做好了 他比較快 好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 不是要用這個方法 來做事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其實關鍵就是SAMIF OK 可是問題 這個SAMIF 是有跨工作表 OK 跨哪個工作表 跨這個跟這個 那條件的話 當然喔 你有沒有看到 插入環數喔 SAMIF 它會有1.2.3 欸 所以你有點 這個就是考你的嗎 這三個到底哪一個是哪一個 那主要 我是強調 你一定要了解 這個函數 到底要跟你要什麼 你去那邊找到他要的 只要是對的 他結果就是會對啦 但是最怕就是說呢 你不了解 這一個函數 他到底跟你要什麼 有點像基同鴨講 所以喔 每一個前面喔 這些東西都是線索 喔 不過因為 以前沒辦法 前面的提示喔 他就一律給你英文的 對 他沒有給你中文的對不對 給你中文的多好 不過不可能啦 以前我想他不可能 因為為了你這個地區 把前面的說明改成中文的 當然沒辦法改沒關係 但是你可以 以後像用久了之後 你會發現他有一個共通性 看大概就知道要給什麼 所以每個函數都有一個共通點 你只要把那個共通點抓出來 即便完全沒使用過的函數 也可以馬上可以掌握到的 要怎麼去使用這個函數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第一個呢 請各位開啟那個 教師研習時數統計表這個 然後呢 把那個入門喔 按Ctrl鍵拖拉 變成Shot3 這邊改進階 刪掉頭跟尾 重新編號一下 那我們要的是在這邊 自動幫我做出我要的結果 來請各位試一下喔 那再來的話喔 還有另外我盡量就講 各位需要知道的 可能你我覺得這個不是你們需要 特別知道的話 也許我都跳過啦 因為那可能對各位來說 暫時不知道也沒關係 不然說真的你要學的東西還太多了 一堆嘛 你看喔 裡面函數就兩百多個了 兩百五六十個吧 那VBA也是一堆啦 這麼多 你總不可能全部都把它 從頭到尾學 怎麼學得完 人的生命真的有限啦 你應該把時間喔 留在學習 最重要的部分就好了 而且好像不是除了學這些之外 還有別的事情要做嘛對不對 所以盡量還是要學習的效率很重要 還有真的喔 千萬不要貪多啦 真的要一個方法就好了 不然你學了半天之後發現 到底我應該選哪一個才對 其實都對啦 你就選那個就好了嘛 你會把它事情解決掉 老闆也不會管你會幾種 老闆只會管你把它做出來 而且做得很好 這樣就OK了 好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延期時數 插入函數 一定是三米斧 可是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說 你的Range 意思就是說 我剛剛有特別強調喔 你要找什麼 我要找這個人嗎 所以這個人就是王庆 就是quiteria quiteria quiteria就是你要找的條件 那上面這個1跟2是相對的 意思是說 Range意思是說 你要去哪邊找 那我要找入門班嘛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要到入門班裡面的那些老師裡面找 而且是一個Range 所以特別說 這個quiteria先給好了 王庆入 這沒有問題 毋庸置疑就是他 第二個問題是去哪邊找 相對於王庆入那個清單 入門班的這個範圍裡面幫我找找看 然後呢 你就把它選取之後的話 OK 但是他會自動出現什麼 述責二 驚嘆 意思是說 你這是跨工作表喔 OK 好 那記得啊 如果你要讓他回去 有沒有他現在停在這裡 怎麼辦 交給一個一招 請你點中間一下 他又回來了 OK 好嗎 有些亂點 點完之後 又一堆東西 然後呢 裡面找找看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呢 再幫我上 上面應該抓 哪裡呢 也是去著2 裡面的時數嘛 有沒有 OK 再移到中間 切回來 這樣就搞定了 那因為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所以呢 記得把什麼呢 B3到B16 按F4兩下 按C3到C16兩下 兩下 兩下就是其實鎖裂就好了 那你鎖一下 按一下也可以啦 不過我就覺得不精確啦 你鎖藍幹嘛 沒事 沒事不要亂鎖 鎖了之後反而有事 OK 所以藍裂哪個要鎖哪個不鎖 其實 慢慢要培養那個概念 我發現很多人都全部鎖 可是問題如果說你有的地方 只能鎖裂不能鎖藍 有的地方只能鎖藍不能鎖裂的話 那你那個效果你就做不出來了 OK 所以你慢慢要知道為什麼 不然有些地方你會效果做不出來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他沒有 全部查完了 那其他人的話 有的話 他就會自動幫我把入門班的部分加過來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現在只有入門班 那進階班怎麼辦 對吧 這個時候應該就知道 只要怎麼樣了 把2變3 然後範圍改 少兩個人 其他都一樣 所以齁 聰明的話 複製嘛 加 貼上就好了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 63 對不對 然後把B16改成B14 改成3 改成14 好 打勾就OK了 再向下填滿 OK 大功告成 這樣你就不需要再去做那個計算了 再來當然 做完之後的話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我們前面講過 就是說 一樣 VBA 有沒有 一鍵完成 不過這一題 因為已經跨了工作表 所以 如果用公式 丟公式很簡單 但是如果說我要寫出那個不用公式 我要用在VBA裡面 幫我做完之後 再把結果丟到這邊 難度會比較高 為什麼 因為它跨工作表 那跨工作表難度比較高 也許你們先試試看 先把剛剛講的這個先試過 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 裡面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說 如果我做完之後 那我這個資料我將來要給大家看 那我擔心一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 會被串改 所以我希望這個範圍保護起來 不能夠隨意的串改這個部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不希望讓人家看到我的公式怎麼下 你 因為現在看到了 大家知道 原來也是這樣 這樣子在計算的 那我如果希望保護兩個東西 一個是資料不能串改 一個是 這邊的資料不能被看到 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它不被看到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 把它全選按右鍵 儲存格式裡面有個保護 有沒有 那 不過因為我為什麼要全選 因為我全部先不保護 也不隱藏 鎖定指的是要保護的資料 隱藏指的是要隱藏公式的那些儲存格 那我先讓它全部都不鎖定 也不隱藏 再到這邊這個範圍有沒有 再把這個範圍做什麼呢 鎖定跟隱藏 意思就是說呢 其他部分都不保護 只有這些範圍把它保護起來 保護完之後的話呢 你直接再到哪裡呢 再到教育裡面 保護工作表 那建議一定要加密碼 因為如果你不加密碼 只要有新人按下去就取消了 OK 那等於有保護跟沒保護是一樣的 所以你記得加個密碼 好 輸入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游標放在這裡 上面的公式消失了 那當然 假設有人要篡改 按下去 保護中 不允許變更 OK 所以 那可能有新人 他可能一次有用過 他知道你有設保護 所以他可能切到什麼 教育裡面對不對 他可能切到那個教育裡面的話 然後呢 再到取消保護 這個時候呢 有密碼 他如果隨便輸入幾個密碼 很抱歉不行 除非說是你自己把它取消掉 那只有你自己知道密碼 OK 不過還有一種情況 之前有同學喔 自己輸入什麼密碼也忘記了 那問我說怎麼辦喔 那當然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密碼我怎麼知道你設什麼密碼 你提款卡會給我 然後密碼是會告訴我嗎 不會吧 所以呢 密碼你自己也要 就是要設定一個是 你自己也會記得起來的 因為我剛剛是1234 我都設的比較簡單的 練習的話 就取消掉 那這個時候你油標放上去 又會出現 你才能夠做後續的變動 OK 所以特別是喔 這個保護工作表 這個是第二個階段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一先把那個SAMIF這邊 先做完 二的話呢 全選之後呢 先確認你這邊 有沒有先把鎖定隱藏先拿掉 然後呢 再到哪裡呢 再到這個範圍去做 這個按右鍵出現格式裡面的鎖定跟隱藏 這樣就保護了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兩個部分 一個是利用SAMIF再加總 另外一個是利用那個保護功能 把你需要保護的範圍先設定好 再到那個那個保護工作表裡面 做那個取消保護 這個這個保護工作表的動作 記得要加密碼 記得要加密碼 谢谢大家